同兴出身的杨子 之前多次被质疑整容 面对这样的传闻 杨子也是多次发声 表示是因为拍照技术的提高 而且模样展开 小时候能和现在长一个样吗 11月20日 有媒体曝光拍摄到了杨子 亲自开着豪华的白色跑车 现身在某家整形美容医院 并将车停入了医院的内部停车场 车停好了之后 杨子的助理先下车现身 随后杨子紧跟其后 打扮休闲朴素 牛仔裤加毛衣 外面套着一件黑色的大衣 还戴着黑色的大口罩和棒球帽 几乎把整个脸都捂得严严实实的了 虽然脸都被遮住了三分之二 不过还是被眼尖的摄影师认出来了 杨子从停车场一路小跑 像是怕被拍摄到一样 两个人静止进了整形美容医院 在医院里边 杨子待了许久 离开时候照旧全副武装 不想被人认出来 前台看到有人杨子走了出来要离开 还站起身来恭送 不过样子没有过多理会 反而大步快速地走向大门离开 不知道杨子是不是这里的常客呢 可以看到杨子走出门口的时候 手里拿着手机和充电宝 毕竟在医院里边待的时间太长了 刚来到医院的时候还是天色明亮 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天光大暗了 杨子走出门口立马上了车离开 全程动作都非常迅速 有一种刻意不想被周围的人认出来 拍摄到的样子 童心出身的杨子 之前多次被质疑整容 面对这样的传闻 杨子也是多次发声 表示自己是拍照技术的提高 而且是模样长开 小时候能和现在长一个样吗 作为女星 现身整形美容医院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每天都要在镜头下 脸上的瑕疵会被无限放大 自然时时刻刻要保持在高水准的状态 如果真的进行了调整 大家也是能够接受的 毕竟演技才是最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